這一條真的很屌欸 體感差非常非常非常的多 真的沒有大家想像中這麼的好逛 它也一千塊錢而已 到底有什麼好不買的 嗨大家好我是貝醬 今天要跟大家分享五月份在韓國買的戰利品 這次的戰利品我只能說 沒有比二月份還要少 不得不說 真的是很值得跟大家介紹 所以我每次都這麼說 但是很不一樣很不一樣 那我們就直接來分享我們的戰利品 先跟大家說一個比較大的戰利品 就是這個韓國的棉被 雖然我去韓國這麼多次 然後我也加入了很多韓國代購社團 但是我從來沒有真的買棉被回來過 也沒有想說 欸是不是應該買個韓國棉被回來蓋 就是去韓國玩的時候 不是都會住民宿蓋他們棉被 就覺得哇那棉被也太好蓋了吧 但是就想說要扛這麼重回來 嗯馬上直接打消這個念頭 完全不順著想辦 因為之前都是我自己去 或是一群女生去 體力都有限的情況之下 我也不太會動這個想法 加上看到韓國代購就是代購棉被啊 或什麼那個價格 真的是有點貴 就想說啊哪一天 可能路易斯去的時候呢 我們就可以買回來 上一次的韓國戰利品應該有看得到 完全沒有介紹到任何棉被的東西 雖然路易斯有去 那時候完全沒有做任何的功課 想說啊這樣貿然買 好像是一筆不小的錢耶 畢竟一件棉被應該要一兩千塊錢 然後這次五月的時候 我住了那個民宿薩姆 就是看到他們棉被真的是有夠好蓋 二月跟五月去 其實溫差其實已經有很明顯的落差了 晚上的時候超冷 白天的時候其實蠻熱的 但那時候蓋就覺得會有這個棉被是 又適合白天跟晚上蓋 那個溫差差這麼大 不行 我這次一定要扛一件韓國棉被回家 我就去廣賬市場 那時候也沒有想說一定要買 只是想說 好啦是可以去看看囉 之前是完全沒有想看的意思 我那時候看到很多都是比較偏 濕質的 或者是摸起來比較滑順一點的 那我這一條呢 它比較特別一點點 它外面還是比較偏棉類的 然後它的顏色也比較單純 沒有像大家看到譬如說這麼多小碎花啊 小熊熊可愛可愛的 它就是比較簡單這種直線條 非常的輕薄 非常的軟 我記得這條買下來的話大概是 七萬塊錢 然後它有讓我殺啦 它反正是七萬五 我必須跟大家說 五月去跟二月去 人潮差非常非常的多 店家的態度也差蠻多的 畢竟客人已經開始回流了 所以他們就比較 韓國的棉被是可以直接積洗的 對一個 我不是很喜歡這樣拆來拆去 棉被套的人來講 非常非常非常的油耗 超級討厭裝棉被套 我覺得棉被套是一個超級麻煩的東西 直接把 外面的布料跟裡面的棉花直接鎖死 連旁邊的這邊 都有車 所以你直接拿去洗衣機洗的時候 它不會痠氣 那個棉被有一個好處 它非常的輕 我自己帶回來的時候 剛好體驗了台灣很冷很冷很冷的時候 還有很熱很熱的時候 比如說現在就是一個非常熱的時候 這個如果在冷氣房裡面的話 你就是蓋輕輕的一件 你不會太壓身體 就是你不會覺得很重很重很重的感覺 現在其實已經七月份了 我中間隔了兩個月才拍這個影片 有的時候有一些印象 其實已經漸漸的有點模糊掉了 就是我現在才開始決定要拍 是因為一來真的是放太久了 不怕我會忘記 二來是這東西放在這邊 其實我也不太敢用 不怕我洗完之後 用完之後歸位 然後我就找不到它了 也沒辦法跟大家介紹 那這東西擋在這邊其實有點尷尬 所以我就想說他可以把它錄一錄 畢竟已經開始很多人要出去韓國玩 然後開始想要知道一下要買什麼參考 我這次去韓國也是買了很多雙襪子 這雙襪子有沒有看到是那個幽幽的 這個看這個標籤就知道 我是在大創買的兩千塊錢 我上次也是在大創然後買了迪士尼的襪子 欸才中間相隔兩個月而已 它又出了這種新的 這是我上次沒有看到的 韓國流行性其實變動的還是蠻快的 非常慶幸我二月的時候硬拉路易斯去 飛媽那時候就說 啊不要去啊 怎麼剛開始還剛開放國門啊 他現在就很可怕 我那時候還是一籃就籃的去 因為我就是完全沒有預測到 直接跟我家人講說 我不是算第一批的人 然後再加上我派我之後 去的時候都是一堆人 我覺得反而更可怕 你要花的時間 等候的時間 排隊的時間 然後吃飯的品質 我覺得沒有到很好 果然 我這一次去的時候 我真的覺得體感差非常非常的多 到哪裡都要排隊 超級麻煩 都要等很久 而且我覺得態度很有明顯的落差 二月份的時候就是很和諱可親 然後就是會一直問你說 你哪裡來啊 好不好玩啊 我喜歡哪裡啊 會跟你分享這樣子 五月份的時候 喔那個嘴臉 直接看得清清楚楚 所以我想說 那是我還是二月看到了你嗎 然後環境也 髒亂蠻多的 就是你把我前後兩支影片 對比下來 非常的慶幸我二月有去韓國玩 然後我這次去買襪子呢 我一樣有去我的愛店 完全是我的愛店 三清洞的這一間襪子店 厚的襪子 然後這一次老闆就好記得我 因為我上次真的買太多襪子了 然後他還有送我一兩雙 當送給我的 然後這個 我好喜歡他們這種 有沒有看到 有這種立體的花花的 那種編織法 真的太可愛了 有沒有 好可愛喔 這個如果穿上那種 涼拖鞋 或涼鞋 或小白鞋 都非常非常的好看 這個也是好可愛 有沒有看到這個 立體的發發 這雙真的是超級可愛的 這邊有做一個小小的小Q編 那種慵懶 小小慵懶感 好可愛喔 然後他有一點白白 因為我真的是太久 放太久了 看雖然我二月去的時候 款式差不多都是冬季款 就是比較偏厚的 但我相隔兩個月去之後 我發現到有很多 很多的款式 是我在二月沒有看到 因為畢竟比較偏春天了 這雙我覺得還沒有開 這雙有沒有看到 它前面是這種 透膚的 沙 金蔥的襪子 他那時候不是說他送我一雙 跳了一雙這個 金蔥款的 它裡面是這種 這種材質 就是感覺沒有那麼刮皮膚的材質 我那時候沒有買黑色的原因 是因為它的黑色的 沒有裡面的內層 我怕它刮我的皮膚 我買了一個這個 Nike的大袋子 這個是大的 大的其實蠻大的 然後這個是中的 那跟大家說一下 二月份的時候 其實我就有看過 有人在韓國拿過了 只是那時候我會覺得 我帶著好多 我其實沒有必要特別買 我這次去 是因為 我同學有人說 他看到 路上有人拿這袋子 他真的很想要 好 那我們就去看看 我今天那時候 我看的時候 平均一個價格其實不到一百塊 我想說 欸 那感覺可以買 因為 最主要的是 我這次買東西買太多 我的行李 有點裝不下了 所以我就想說 那我就買一個大的 一個中的好了 其實還蠻好看的 給大家看一下 它大的是三千塊錢 中的話是兩千塊 但小的是完全缺貨 我本來想買小的 但也沒有買到 但我覺得 大的跟中的 其實還蠻實用的 因為畢竟小的 大家家裡其實都還蠻多的 所以 我是覺得 小的就是單純可愛啦 我二月去的時候其實看過 蠻多人在背的 所以它流行一陣子 我在猜 如果我二月去買的話 應該是可以買得到小的 看很多人直接拿這個 當狗屋袋 台灣不是有很多這種拍照機嗎 然後那時候去韓國的時候 跟Louis也是 拍了超級多的拍照機 拍貼機 然後就 不知道到底要怎麼收納 之前就是 直接弄成相框或什麼的 但其實照片一堆 一次出來都兩張 就像Louis的話 其實也是我在收納的 那好像 真的不知道 多餘的要放在哪裡 然後那時候去看大創的時候 看到它有這個 相片本 然後還有這兩個格式 先給大家看這個格式 這個比較貴一點點 這個好像3000塊 在韓國我們拍的照片 全部都放進去 這樣子 喔 是不是很好收納 然後這幾個是不小心跳過的 然後跟朋友拍的啊 什麼的 也都會放在裡面 我覺得這樣收納的感覺 比較乾淨一點點 就有點像相本 就是直式的相本而已 這種的就是比較便宜一點點 它1000塊錢而已 喔它這還有附這個繩子 不一樣的是 你們看到它是兩個 所以它一面打開來是可以看到四張的 我覺得 好像也沒有不行耶 1000塊錢 是沒有必要買到剛剛那一個 然後它就是這樣套起來 不會這樣打開 然後它這個的話是說可以放到80片 然後剛剛這個的話 我有點忘記了耶 因為它這個我把它給拆掉了 我覺得買這個其實就可以了 這兩包餅乾我其實之前就有吃過 我覺得還不錯吃 然後我記得黑色的好像比較 比較甜一點點 白色沒有那麼甜 買來送禮或送人的話 我覺得是可以買這個的 而且它的份量其實也還蠻夠的 這個香草口味的 看起來超級像結牙骨的 它裡面的料塞得超級滿 有沒有看到 我覺得它這個應該是帶有一點奶味 我這次也買了一個蠻特別的東西 是一個我覺得我可能去韓國不會買的東西 就是 牙膏 牙膏對 韓國人這麼喜歡摔牙 吃飯三次 早午晚餐的話 加上早上跟晚上睡前 一共刷五次牙 我的想法是他們可能對牙膏有特別嚴重 嫁給我一點小忘記了 但是我記得 一條算下來也不貴 但我認真用過 我覺得 我好像還是比較喜歡黑人牙膏 並不是說它不好用 這條是長這樣子 我喜歡它的味道 但是清潔度 我覺得沒有我想像中這麼強烈 但是也合理 它是那種 清清淡淡 小小默默的那種 薄荷味 你大概過了半個小時 舌頭去抿一下牙齒 我想說我剛剛到底有沒有刷牙 有一點點小沒有存在感的薄荷味道 但如果黑人牙膏的話 是你今天你刷完牙了 你有點忘記 過了半小時 欸我今天到底有沒有刷牙 你以為你牙齒去舔一口 你想說 喔我剛剛有刷牙 因為它那個薄荷味還在你口中 這就是20分鐘就不見那種薄荷味 喔我可能後來咖啡 或是喝完茶的飲料 嘴巴牙齒是會染色 如果我是用黑人牙膏刷牙的時候 刷掉那個夠 茶夠的 超級明顯的 但這個 刷的習慣其實是完全是一模一樣的 我覺得它的清潔度 它沒有那麼強 但是也合理 因為你看韓國人 他每天都刷牙 要刷五次 每一次如果都這麼強烈的話 對牙齒其實也是一個蠻大的損傷 如果你今天是要瀝乾淨 馬上就可以看到清潔牙齒的效果的人 黑人牙膏 或是台灣女朋友用的油罐的牙膏 好再跟大家介紹一個 我在大創買的一個小玩意兒 那時候我在小紅書上面 看大家有在介紹 在大創有一個超屌 超厲害的清潔衣服的清潔劑 你衣服啊 然後譬如說你吃個飯啊 或什麼的噴到東西 你就直接擦擦摸摸 它就可以直接掉 超級掉 這一罐是專門在清衣服上面的髒污的 它就長這樣子 幫我的清盤還有我們代購的時候 很多人燒到這一條 很多人買 我這次買就買了十幾瓶回來了 它非常非常非常的有用 在韓國吃飯常常會被一些 烤肉啦 泡菜啊 噴到衣服 我們那種都是會發酵 可能隔天就會開始會臭的東西 這一條真的很屌耶 我那時候衣服上面 然後噴到 在髒的地方 然後滴上這一瓶 然後你就這樣 跟平常洗衣服一樣 另外一塊布這樣擦 擦是你剛滴的地方 然後擦完之後 再用乾淨的布把它擦掉 它就馬上就不見了 為什麼我覺得它很有效 是因為我買了一個對照組的 這個 它是清潔筆 你看它是那種凍狀的 非常不好用耶 清潔劑 然後變成這種凍狀 然後變成筆狀 便利攜帶性來講 放在包包裡面的話 我覺得你可以用這一個 這個我完全不太相信它 這個蓋子 到底可以酸多金 跟我去的朋友 他把那個床單弄髒 而且還不小片喔 是那種差不多 有這樣子的一個 髒的程度 然後我們就用這個再清 它本來沒有買這個的喔 它拿這個清完之後 它就說 你明天可以幫我帶個兩瓶回來嗎 如果你家有小孩 或是你很常把那種衣服弄髒 非常推薦大家 真的可以去買這一瓶 我這次有去東大門 其實我上次去東大門的時候 是那個姊妹十周年紀念的時候 我有去 之後我就再也沒有去 是因為 我覺得價格沒有我想像中 這麼便宜之外 很多東西都要成套成套帶 我這一次 我就是我的友人他也想去 然後我這一次去我的想法是 我下次應該不會特別去 不會想再去 很多東西都要買兩到三件以上 我們只有兩個人 就算你今天三個人去也很難 三個人同時喜歡上一件衣服 同一個款式的東西 就有點像是要硬買 我覺得價格跟外面比起來 沒有比較便宜 為什麼會覺得比較便宜 我在東大門看到的款式 我跟在宏大看到價格是一模一樣的 而且還可以試穿 東大門是完全不能夠試穿 我朋友他那時候去 東大門買的一些衣服 他穿起來真的就超級奇怪 所以我並沒有覺得 在東大門會比較減到便宜 好 那我這次在東大門呢 我買了幾樣 我買了內褲 對 我買了這種內褲 全新的啦 還沒有穿過 這次去也想說 欸那我也想要買買看韓國人 就是自製的這種內褲 材質摸起來不錯 但是版型 邊邊是不是這邊有那個車風線 他做的好凸喔 就存在感很強 這邊會好痛喔 我那時候穿是這樣啦 我之後就覺得 內褲還是在台灣買好了 而且那個小姐的態度 臉好臭喔 我就覺得 好像沒有必要特別 真的去東大門買 我回來之後在台灣買內褲 我就覺得 台灣內褲還是蠻屌的 跟大家介紹說 我去韓國大創買了什麼呢 買了大毛巾 我上次好像沒有買到這個顏色 然後我這次去把一些 我覺得蠻好看的顏色一次補齊 就是這種淺藍色 然後電色 灰色 還有這個比較偏天藍色的顏色 我上次買的時候 我也是第一次接觸大創的大毛巾 我剛開始用 我覺得 好難用喔 嗯 就是我覺得它沒有那麼稀碎 但是 我完全忘記就是 大毛巾剛開始在用的時候 它會有一層 蠟在上面 跟我們的褲子一樣 它為了要讓它定型 然後在工廠製作過程當中 它上面會有一層蠟 所以它本身就還蠻難吸水 所以我當初用就覺得也太難用了吧 天哪外賣兩商調回來 用了一陣子之後發現到 欸 恢復到我覺得 正常的大毛巾的吸水水準了 我現在在廁所用的 還是大創大毛巾 真的是很好用 跟上次說一樣 雖然它不大條 但是我覺得它的 價格反映在它的商品上面 CP值非常非常的高 它一條才五千塊錢而已 才一百出頭台灣賣一條大毛巾都要三四百塊錢 我已經立下一個flag就是 我每一次去韓國的時候 我一定要去買他們的大毛巾 因為其實大毛巾說坦白的 大概兩三年你就要換一條 不然它很容易藏無納購 慢慢淘汰掉家裡的舊大毛巾 因為舊大毛巾 你用太久 它過沒多久 它就很容易發臭 就算你再洗乾淨 然後再用個兩三次 耐用性沒有這麼高了 特別跟大家說一下 我昨天把大毛巾上面的標籤拆下來之後 發現到所有尺寸都是60x120 它上面特別有寫松月 我在想應該是有一個特別的 比較厲害的製造廠商之類 這個呢 它的水滴上面特別有一個價 我在想應該它就是比較透風 然後吸水力也不錯 這個應該是磅數吧 因為它這個寫280 可是剛剛這個是寫270 大家在挑的時候可以稍微注意一下 雖然它的價格全部都是五千塊錢 但它的功效其實不同 再來就是我在大創買的棉花棒 這個棉花棒是我同行的人 他先買的 我當下想想想是怎麼這麼酷 它這個棉花棒是獨立包裝的 然後一個是這種螺旋頭 然後一個是尖頭的 這感覺還蠻棒的 女生化妝嘛 你可能要擦眼睛裡面或睫毛裡面 比較難清潔到的 膠的夠 或者是殘膠 其實還蠻難擦的 而且其實你有時候出去玩的時候 這種獨立包裝的 才是最乾淨衛生的 然後再加上它也不貴 它也多少錢 應該大家看到了 它也一千塊錢而已 到底有什麼好不買的 它除了這種尖狀跟螺旋狀之外 它還有其他的搭配 大家可以自己去看一下 它這個設計很棒的是 它是你可以用哪頭拆哪頭 開口的地方在中間 另外一邊你可以到晚上再用 不會像一般的棉花棒 你可能一接觸到了 另外一邊就算你沒有用 還是要直接丟掉 這個真的可以推 我之前有跟大家分享 我之前在韓國買 Perry Pera的眼影 我這一次在韓國 我去了聖水洞 然後它不是有那個愛茉莉的體驗店嗎 前家Y2House 現在變Y2的一個眼影 我這個眼影真的覺得它超級好看的耶 它這個顏色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好看 我今天的眼睛就是用這個顏色畫的 比較偏秋色 灰中調比較多一點點 給大家看一下 它很可愛 它這次是跟那種貓咪 有沒有看到貓爪爪 這顏色裡面我最喜歡這個顏色 這顏色真的超好看 給大家看一下 這顏色 OMG 這個顏色 有點消水腫的顏色 但是我對於它的殼子沒有這麼滿意 大家看 它雖然是霧面的殼子對不對 但它上面還有很多指紋 有點難擦掉 還是要從裡面擦 反正就是擦不掉耶 對耶 它擦不掉了耶 怕外殼長這個樣子 然後有一個貓 這個也是我同行的朋友 他送我的 他那時候有買他們家的底妝 然後他有送一個小樣 但是因為他說顏色不太適合他 那因為我比較偏白皮膚 適合我 所以他就送我這個 這個 橘粉掉的顏色 還蠻可愛的 粉霧感的顏色 不太懶唇 我覺得 無鏽的 有點有帶內襯的 小可愛 它的下面做了一個小圓 然後比較修身一點點 這一件我是在東大門買的 買的第一樣商品 我記得這件是一萬五 它的材質是還不錯喔 我現在就是屬於比較胖的狀態嘛 所以它這邊會有點熱肉 我們就是要臭嘛 然後他買的這一件 他買的是黑色的 他覺得這邊很熱 在東大門不能試穿這件事情 其實是還蠻困擾的 如果他當下試穿 發現到很熱的話 他就不會買那一件 那我朋友那個會很熱 是因為他這兩邊沒有繡平 中間的壺沒有正中 就是有點小歪歪 這個的胸罩這邊 穿的時候下面這一個圓弧 特別塗 這個胸罩形狀特別明顯 我覺得可以的話 大家還是去店面買 東大門真的沒有大家想像中 這麼的好逛 接下來就是跟大家介紹 我在宏大買的衣服 這個牌子給大家看一下 有一點印象的 應該知道 二月的影片裡面有介紹說 路易斯他有去買一件褲子 那一次的時候我去 我就發現到說 他們有短袖出了 然後因為之前 我就是買太多衣服了 所以我就沒有太特別去看 他們家的褲子跟衣服 然後我這一次去逛的時候想說 欸 啊不然我來看看一下女生的好了 欸他們家的女生衣服 其實還蠻好看的耶 跟大家說 欸他這個版型 他這個版型有沒有看到 他這個的袖子 坐著比較浪一點點 像我這種手臂比較粗的女生 在舉手投足之間的時候 不會覺得這邊很卡 穿的時候這邊很悲 不會 我還蠻喜歡他們家的版型的 比較偏美式風格 這件小巧思有沒有看到 他這邊做一個鞋 長度做的不太一樣 他做了一個不平衡不和諧的一個設計 你在穿的時候呢 他有一個小修身的效果 那我覺得紫色這個顏色其實 見仁見智 像我其實沒有很排斥紫色這個顏色 我記得他的價格也不貴 我記得兩件買下來的話 是28800 大概台幣就600多塊 那一件就是這個嘛 我剛剛說我買兩件 一件就是我剛剛 從頭到尾身上穿的這一件 然後這件他也是一樣 就是我剛剛說的 他的袖子其實不會做得太貝 再來就是這件裙子 這件裙子很值得跟大家介紹 一起來以為他是拼布對不對 不是他的灰色 他的花色本身就是長這個樣子 然後我覺得他非常好看 他有點古著感 他是這種小吊帶的 所以我裡面如果穿黑色的衣服 長袖的比較緊身的衣服的話 再配上這一件 其實也非常非常的好看 我是在高八地下街買的 這一件也很便宜 我好像還買一萬五 大概也是兩三百塊台幣而已 他這個布料是就算你今天不燙 他也有他另外自己的味道 我那時候買還沒多久 我就穿了 好看 二月份的時候我就買鞋子 這一次去呢 我又買了兩雙鞋子 Puma跟Villa的鞋子 二月份的時候我去啊 真的是賺到很多的優惠 隨便找到一家店裡面 就很多東西在特價 對折 或者說直接現審 就是一千多塊以上 但是我這一次去的時候 我發現到就是人流開始變多了 很多折扣都沒有了 尤其是我這種0碼尺寸的 很容易就是撿到這種0碼鞋 六七百塊錢台幣 我就買到這一雙 然後這雙鞋就是很基本的鞋款 我小時候買的第一雙的名牌鞋 就是Puma 再來就是這雙Villa老爹鞋 五月買回來到現在 我都沒有時間穿 我都沒有辦法穿 因為我想要跟大家介紹完以後再穿 但它沒有這麼的老爹 大家有沒有看到 正常的老爹鞋應該還會再短一點點 這個距離 也非常非常的輕 二月去的時候 我還有看到它這個LOGO的地方 經典的藍色紅色的這個LOGO 但我現在去都沒有看到 只能看到這種黑色的LOGO 但是我想說算了 其實也算是滿便宜的 還滿喜歡它做這個 前面的這個設計的這個小巧思 去三星洞那邊的時候 我還有買這個包包 真皮的一個店 雖然他們家店是賣真皮的 但它這個包不是真皮 它是合成皮 但我也覺得它非常好看 它的價格大概落在850塊錢左右 一個長的杯袋 然後它不能拆 然後它也有小的提袋 這也是不能拆的 就我的包包就是屬於比較偏小一點的包包 所以還滿難裝得下我的平板 所以我就想說那我就是去韓國 看看有沒有比較大一點的包包也稍微耐重一點點 然後這個包包我真的覺得它超級可愛 隨性的包包 這樣背著 垮著 左右兩邊呢是有做磁吸扣的 就是直接這樣吸起來 微微的一點點的那種吸力啦 不會讓你聽得到啪的一聲的那一種 然後它裡面還附了一個小小的小背包 小提包 真的超級可愛的耶 就是如果你要讓它當內裡包的話 就是拿來分裝東西的 你就把旁邊的拿掉 它就變一個小分隔袋 那如果說你今天只是要出門帶個小包包的話 它就直接變成一個小黑包 這樣子 可愛吧 雖然它是合成皮的 我不會覺得它的材質很差耶 而且它也沒有我覺得什麼很難聞的味道 完全沒有 看這個包包是這個樣子 我對它說是綠色的 它可以兩面用喔 我其實是我來回走了兩次 我才想說好 就一定要買它 我猶豫的是 嗯它不是真皮 這個價格有點小偏高 但我看它這麼多功能性 等於是我買一個包包 有三個包包的用法 就是可以用綠色 用黑色 然後跟這個小袋子的話 平均下來一個包包 其實也才200多塊錢而已 我覺得是可以買的 它翻過來的話 這邊也是黑色皮帶 因為它這邊是綠色的嘛 你今天非常非常非常的喜歡吃海苔類的東西的話 這種就是要買起來 然後這個也是我在E-Mart買的 拌飯碎片 然後我這次買的是這個口味 它一樣有這個香油的圖示 50克然後乘以2 兩個cent一包 一大包的話大概是100克 大家可以去買 我在韓國地下的街買的上衣 這個上衣也是很可愛 這個上衣是有熊熊的 三隻熊熊 我是不知道它有沒有什麼版權啊 就防哪個牌子 這個我就不知道了 但是大家可以稍微看一下 就是衣服上衣的感覺 這是蠻便宜的 這也是我在地下街買的 是有一點小香風的感覺 但這件就有點刺刺的 秋天的時候可能裡面配一件長袖 我可能就不會覺得這個刺刺的感覺 很明顯 這也是我在韓國地下街買的 這些去可能 你現在去買可能也買不到 就是你在韓國地下街 你大概多少錢的價位可以買到 什麼樣的東西可以跟大家說 這個也是在韓國地下街買的 然後它非常非常的可愛 帶有一點小美式的感覺 然後有帶點銅曲 飄帶 然後再來就是我去韓國的店 然後也有買了一個很可愛很可愛的滑鼠店 然後這個是在那個宏大 有一個 有一棟啦 反正就是賣文具用品店 一兩百塊錢台幣而已 就是還蠻可愛的 再來就是我在韓國的 宏大買的一個包包 我好像買的隔天馬上就背了 太可愛了 它是一個非常可愛的鞋垮包 然後它原本的sample 它是有一個這樣子的一個 三小的替代 它還蠻便宜的 我記得它買下來的話 大概才 三百多塊錢台幣而已 我背過然後去吃什麼烤肉啊 或者什麼的 它也沒有髒 也非常的好啦 它裡面也非常的方便清潔 其實我出國在外 會放蠻多東西 在我的隨身包裡面的 這個完全放得下 還有我這一次是帶那種小的 Packy 2去拍 所以它完全可以放得下我的需求 比如說行動電源或者什麼的 這個的話就是剛剛說的 它的短肩帶 可是我那天很猶豫 就想說要不要買要不要買 那我最後還是買了 但我完全那天沒有後悔買 我真的很慶幸我那天 馬上下定決心那天要買 因為我隔天去的時候 這個藍色完全缺貨 現在的拍攝時間有點有限 所以我就是盡量挑一些重點 跟大家說一下 我買了什麼東西 然後你在哪些地方 哪個價位 你可以買到什麼樣的產品 跟大家簡單做個分享 如果今天你是男生的話 千萬不要去逛 高八地下街了 因為路易斯上上次去的時候 其實也買不到什麼東西 但你今天是男女朋友 你想要在那邊 大家各自大肆的逛的話 你也不用去 因為男生的東西 普遍偏少 你自己女生逛 也很有壓力 不在乎材質 這種就是快時尚 你就是簡單 然後搭配個季節而已的話 我覺得你可以去高八地下街 好那今天影片 提供給大家參考啦 其他的頻道訂閱我的IG還有Facebook 我下期再見拜拜 C Forever In 那 D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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